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Yuki 今天我要和你继续的分享我在EcoShop里买的东西 Part 5 在EcoShop里买的东西 每一样都是两令吉十千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任何需要的东西 你可以尝试去EcoShop里买 EcoShop有卖各种各样的东西 在整个马来西亚EcoShop开了很多的分店 所以你可以去Google里找EcoShop Google会写出最靠近你的EcoShop 如果你想知道EcoShop还有卖什么东西 你可以点进去我的名字在下面 Miss Yuki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EcoShop Hall Part 1到Part 4了 我在EcoShop里买了很多东西 你可以去看看我的video 在这个video里我会跟你们分享 我在EcoShop里买了几个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看望我这个video哦 好 我们开始我们的EcoShop 我在EcoShop里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啦 这个就是一套线 这一套线里有12个针线不一样颜色的 它的颜色也很美丽 有浅蓝色 粉红色 浅紫色 巧克力色 κ 所以总共有12种颜色 这个线里也是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所以是很方便收纳 除此之外在上面也有给了一盒针 这一盒针里有24只 所以很值得买这一套线的套组 在这个线盒里面的中间 它也有附送了一把小剪刀 一条两尺寸的袋 一粒白色的纽扣 所以用两令吉时线 又可以拿到针又可以拿到线 所以针的还蛮值得的 虽然它给的线不是很多又不是很厚 但是还是还蛮值得的 因为可以拿到12个线 它有一盒针 两令吉时线罢了 我第二样买的东西就是这个垃圾袋 这个垃圾袋是黑色的垃圾袋 这个垃圾袋有50个L这么大 总共有15片罢了 这个垃圾袋是给比较大型的垃圾桶的 这个垃圾袋的品牌是KASA的品牌 在EgoShop里有卖很多KASA出品的产品 所以我买一包回来试一下 这个垃圾袋是一卷这样的 你每一次需要用的时候你可以撕开一张来用 它的长度还蛮长的 这么长 分成一半也有这么长 所以还蛮长又大的 继续的我还有买另外一种的垃圾袋 这个垃圾袋的品牌是Bio Bag 这个垃圾袋的尺寸是47cm x 55cm 在这一包里总共有50个垃圾袋 所以这个垃圾袋比起刚才那个黑色的 比较多很多 这个有50个 刚才那一个有15个罢了 这个蓝色的垃圾袋是比较适合 给小型一点的垃圾桶的 这个垃圾袋的长度有这么长罢了 刚才那个黑色的 长过这个很多一下 这个垃圾袋是比较薄过 刚才的黑色的垃圾袋的 这个黑色的垃圾袋的长度 差不多长过 这个蓝色的垃圾袋两倍 因为这个黑色的垃圾袋 我已经折了一半的 第四样我在EcoShop里买的东西 就是这个Table Cloth 这个桌子布啦 我要用这个桌子布来铺在我的厨上面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整齐 我选择的颜色是 浅orange色 这个铺桌子的布 它的尺寸是 140cm x 80cm 它的品牌是Pasco 这个拿来铺桌子的布 它是有一个洞一个洞这样的 它的Pattern还蛮美的 它的长度还蛮长的真的 我没有开完 因为等下要折回的时候很麻烦 下一个东西就是其中一个 我在EcoShop里买的 我很喜欢的东西 就是这个啦 这个东西就是拿来切蔬菜的 我买的颜色是橙色 这个切东西的 还有一个盒子在下面 所以就会比较方便 当我们拿来切蔬菜的时候 就不用我们麻烦去找一个碗碟来装我们切的东西 这个下面的部分是拿来切比较柚的一丝一丝的红萝卜或者姜 这里中间的它可以切一片一片盐圈的黄瓜 在最上面它就可以切比较粗的一丝一丝的姜或者红萝卜 所以用两零级10C就可以买到一个这么有用的东西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接下来我就有买了这个汤匙 这个是大汤匙来的 这个汤匙总共有6支 也是2块10C罢了哦 所以真的很值得买 这个汤匙的品牌也是妈妈出品的 所以我在这一次的EcoShop后 我买了很多妈妈牌子的产品 因为我觉得它的产品还蛮有品质的 这个汤匙也还蛮厚又硬的 不是那种一熬就断那种 所以这个还蛮值得买的 2块10C有6支 一支才35C罢了 很值得 家里的汤匙常常不见 可能吃完了打包的饭就一起打包在那个盒子里面 拿去丢了 所以我们常常买汤匙的 这一次在EcoShop里看到2块10C就可以买到6支 所以就立刻买了回来了 然后我还有买了这个拿来炒菜的木勺 我需要买一个木勺是因为不沾锅的锅子 需要用木的木勺来炒菜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回来给我妈妈用了 因为我还没有学会煮菜 这个木勺的品质还蛮好的 滑滑一下 不会粗粗的感觉 它还蛮长的 而且我也喜欢它的颜色是浅浅的巧克力色 这个木勺也是妈妈的牌子的 我还有买了一把刀 也是妈妈的牌子的 这个刀它写是 vegetable knife 就是拿来切菜的刀来的 这里写这个刀是有8寸 而且是Standless Steel的 就是不锈钢的 所以我希望它真的 不会这么容易生锈 这把刀我是买给我妈妈用的 因为我自己是不会煮菜的 这把刀的包装也是还蛮好的 它有用一个比较厚的装饭 这样来包住它 这样买的时候就不会到自己受伤了 最后一样东西 就是我在这个video haul里 最喜欢的东西 就是 这一个剪刀 这一个剪刀为什么我会很喜欢很喜欢它呢 就是因为它是粉红色的颜色的 平常我在厨房里看到 或者在百货公司看到的 厨房剪刀全部都是黑色的 但是我在Ego Shop里 居然给我找到是粉红色的剪刀 所以我就立刻买了这个剪刀回来啦 因为它颜色真的很美丽 我很喜欢 做大把的厨房剪刀只是用 两令吉时线就可以买到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很值得买 这里还有写它是 Sharp Stainless的 就是代表它是不锈钢的 所以我也是希望它不会这么容易生锈 这个剪刀还有别的用处 这里有一个洞 这里也有波浪型的形状 还有这里也是有波浪型的形状 但是我不太确定它的用处是什么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诉我 这个剪刀也是妈妈的牌子的 所以在EgoShop里我买了很多妈妈牌子的东西 平常我妈妈买一把剪刀 都需要15令吉 如果有promotion 可能会比较便宜10令吉 但是我在EgoShop里只是需要 2令吉10C就可以买到一把这么大把的剪刀 颜色又是我很喜欢的颜色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粉红色剪刀 便宜又美丽 我的EgoShop Hall Part 5就录到在这里了 今天 我还想看我在EgoShop里买了什么东西 请你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Subscribe 还有记得分享给你的家人 还有朋友看我这个视频 这样也可以让他们知道在EgoShop里 还有卖什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也可以帮助到他们节省的更加多的钱 好在下一集的EgoShop里再见 记得订阅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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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